你好,本期为你解读的书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霍乱时期的爱情》。 这世间有千万种爱情,忠贞的、粗暴的、隐秘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 但最令人感动的却是这样一种爱情。 只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便深情相许。 虽然错过了半生,却依然终身惦念。 今天我们就借《霍乱时期的爱情》这本书,感受这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 本书的作者马尔克斯是上个世纪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 他在1982年,凭借《百年孤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名声大噪。 马尔克斯曾经说过,在他的创作生涯中,有两本书是写完后感觉整个人被掏空了一般。 一本是《百年孤独》,另一本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本《霍乱时期的爱情》。 《霍乱时期的爱情》包含了作者对爱情和人生的诸多感悟。 书中形形色色的爱情故事,有些是他自己的映射,有些来源于他的父母。 这本书还被称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 如此快智人口的作品到底讲了什么故事? 作者又想通过作品表达些什么呢? 接下来我将分三个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 第一部分是本书故事梗概,第二部分是书中人物的分析,看看他们都有怎样的特点。 第三部分,我们来解析一下马尔克斯作品中《爱与死亡》的主题。 我们先来说说第一部分,《霍乱时期的爱情》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故事的主人公叫阿里萨,是一名电报员。 在一次送信的路上,她瞥见了美丽的姑娘费尔明娜。 费尔明娜独特的气质和美貌瞬间俘获了阿里萨。 阿里萨对她日思夜想,近乎痴狂。 为了接近自己的女神,阿里萨开启了猛烈攻势。 她不但孜孜不倦地为女神写情书,还不时地专程去女神家附近拉情。 阿里萨的疯狂示爱点燃了费尔明娜。 两个小年轻开始频繁地书信往来,打得火热。 可谁知道,他们的恋情被费尔明娜的父亲发现了。 费尔明娜的父亲一心想把女儿嫁入上流社会,根本看不上阿里萨这个穷斯生子。 为了让女儿忘掉这段感情,她带着女儿开始了一年多的远途旅行。 她原以为距离能让两人分手,却没有想到阿里萨凭借自己在邮电局工作的便利,始终和费尔明娜保持联系。 两人的书信往来就没有断过,甚至撕定了终身,感情愈加浓烈。 可谁知旅行回来,当费尔明娜再次见到阿里萨,却对她说,忘了我吧,我们之间的一切不过是一场幻觉。 她拒绝了阿里萨,原来两人除了只在信中说了大量的情话,就没有单独面对面说过话。 对阿里萨本人,费尔明娜是吱吱甚少,她想象中的阿里萨是一个风度翩翩的梦中情人,但眼前的阿里萨,销瘦颓废,一点也不像她意中人的样子。 两人的这次重逢,像极了大型网恋翻车现场。 费尔明娜虽然伤心难过,但她还是当机立断,结束了这段青涩的爱恋。 费尔明娜不久便满足了她父亲的心愿,嫁给了来自上流社会的医生乌尔比诺。 医生拥有不俗的家境,并且她因为成功治理了祸乱,很受当地人尊敬。 至少在表面看来,这位医生是一个靠谱的对象。 但是婚后的鸡铃狗碎让费尔明娜十分抓狂。 难以相处的婆婆,愚昧无知的小姑子,以及与丈夫的各种小摩擦,甚至她有一次还因为丈夫的出轨而离家出走。 虽然生活一地鸡毛,但费尔明娜都忍了下来,她不能逃离婚姻生活。 就这样,两人婚姻生活磕磕绊绊,但还算稳固,一起携手走过了半个世纪。 说到阿里萨,她面对爱情的挫折,并没有选择过多地沉溺在伤心中,但同时她也没有选择忘记费尔明娜。 她一直等待着费尔明娜能够重新单身,这样她就有机会和费尔明娜在一起。 她把这份痴恋埋藏在心底,不肯轻易透露给任何人,这份痴恋一埋就埋了五十多年。 同时,虽然她在精神上一直忠于费尔明娜,但她却选择在肉体上放纵自己。 她有过六把二十三段谚语史,试图通过这种世俗的激情来释放对费尔明娜爱而不得的痛苦。 尽管痴恋这么久,她从来没有打扰费尔明娜婚后的生活,始终保持距离,在不远处关心着她。 为了让自己能配上费尔明娜,阿里萨十分努力,一路开挂成为了航运公司的大老板。 在阿里萨和费尔明娜一生短短的几次相遇中,两人从未单独交谈过。 直到五十一年九个月零四天之后,费尔明娜成为寡妇的第一个晚上,阿里萨才再一次向费尔明娜重申了自己对她永恒的忠诚和不渝的爱情。 老年的他们再次相逢,阿里萨写给费尔明娜铿腔有力的人生信条,支撑她走过丧夫之初的痛苦时光。 这样温情的相伴,让费尔明娜重新认识了阿里萨。 现在的阿里萨,理性、睿智、富有魅力,已经不是以前印象中的那个矛头小子了。 随着关系越来越亲密,两人结伴去旅行。 此时费尔明娜已经七十三岁了,而阿里萨七十六岁了。 在这次旅行中,他们重新坠入爱河,并且毅然决定不顾世俗的异样眼光共度余生。 为了获得彻底的宁静,他们在旅行的船上升起了霍乱旗,这意味着船将不停泊任何港口,他们将相伴对方直至生命的终结。 到这里,故事大致的内容就说完了。 阿里萨在经过五十年的等待,终于收获了费尔明娜的爱情,令人荡气回肠。 但阿里萨真的一直只爱费尔明娜吗?费尔明娜夫妻间又是否有爱情呢? 下面就让我们进入第二部分,一起通过分析他们三个人的性格特征来解答这些疑惑。 首先,我们先来分析乌尔比诺医生和阿里萨的不同。 如果说阿里萨代表的是感性之爱,那乌尔比诺医生代表的就是理性之爱。 医生的名言是,对一段幸福的婚姻来说,没有什么比稳定更重要。 相比于医生对爱情和婚姻理性的态度,阿里萨更像是为爱不计后果的愣头青。 当费尔明娜的父亲拔出枪威胁她离开费尔明娜时,她说,我对死亡感到唯一的痛苦,就是没能为爱而死。 正如她亲口说的,我唯一感到兴趣的东西就是爱。 在阿里萨的信条里,爱就是她精神动力的来源,她是为爱而生的人。 阿里萨如此肆意地追求爱情,与她母亲从小就鼓励她勇敢追爱是分不开的。 与阿里萨接受的感性教育不同,乌尔比诺医生从小接受的就是理性教育。 相比于阿里萨,日常爱好阅读爱情小说,乌尔比诺医生的阅读兴趣,更多集中在和感情没什么关系的哲学和科学书籍上。 在国外接受的也是科学知识的熏陶。 她学成归来,易改家乡治理祸乱的混乱局面,用科学的方法帮助治理祸乱,并获得极好的成效,一举成为当地的英雄人物。 尽管科学理性在治理祸乱中适用,但她却不适用于婚姻。 当她试图用理性的方式来解构爱情与婚姻时,却发现往往是徒劳的。 她用理性去尽力维护婚姻的稳定,但却不懂如何用感性来给予费尔明娜浪漫的爱情体验。 正如书中所说的,安全感、和谐和幸福,这些东西一旦相加,或许看似爱情也几乎等于爱情,但它们终究不是爱情。 纵观她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并没有恋爱的炙热,多是患难与共的夫妻情。 两人婚后矛盾不断,费尔明娜忍受着婆婆和小姑姑的刁难,但丈夫却不帮她调解。 而另一方面,她又要忍受丈夫的怪脾气,一日三餐的苛刻要求。 丈夫对生活的吹谋求疵和不懂体贴,一度让费尔明娜十分崩溃。 虽然她们婚姻生活中也有过好几次大的危机,但夫妻俩都将她们及时处理了。 当费尔明娜在压抑的婚姻生活中爆发,乌尔比诺医生及时地安排了欧洲之旅, 重塑两人之间的感情,回乡时更是有了第二个孩子。 当医生中年出轨,找小情人惹得费尔明娜夫妻出走, 她立马与小情人断了联系,低声下气去把费尔明娜请了回来。 虽然在生活中有种种摩擦,但她还是舍不得失去费尔明娜的。 所以两人虽然缺乏心灵的沟通,但半个世纪的相处, 生活相互缠绕渗透,诞生了相伴之爱,也是十分珍贵。 医生在生命最后一刻,仍费力说出那句, 只有上帝才知道我有多爱你。 算是给这段感情结局一个好的注解吧。 我们再来看看阿里萨。 为了能和费尔明娜有机会相聚, 她努力延年益寿,期盼熬到对方丈夫去世。 在日常生活中,她除了注意饮食规律, 即暴饮暴食外, 在平常行动方面,更是时刻小心翼翼, 不让自己磕了碰了受什么伤。 同时,为了能配上费尔明娜, 她不断努力提升社会地位, 当上了航海公司的CEO。 她甚至频繁地和寡妇们来往, 了解寡妇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 只为了在费尔明娜成为寡妇的时候, 她能够知道如何和费尔明娜相处。 她小心翼翼地去关注费尔明娜的日常生活, 偶尔出现在她周围, 但尽力不让自己的出现打扰到她的日常生活, 所以费尔明娜对她的痴情是一无所知的。 但是阿里萨无疑是复杂的, 她既是痴情的也是烂情的, 遭到拒绝时除开伤心也有愤恨, 再加上一中人嫁的是比她更英俊, 更有权势的医生, 对此她更是自卑。 但是费尔明娜在她眼中就是神圣不可窃毒的女神, 所以阿里萨不愿去怪罪她。 阿里萨的善良是她把恋情失败的原因怪罪在自己身上, 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自卑和自虐的双重畸形心理。 她极端地把自己对费尔明娜的愤恨欲望全部投射到那些与她艳遇的女性身上, 但在内心隐秘的角落却珍藏着对费尔明娜最纯粹的爱与渴望, 她用烂情去维护自己的身情。 你可能会问她, 对费尔明娜是真爱吗? 其实我们不能以她放纵自己, 就简单地否定她对费尔明娜的真爱。 而恰恰相反, 她对费尔明娜的爱是至死不渝, 刻骨铭心的。 她用自己一生执着的追求和非凡的忍耐去守护心中这份爱情净土。 在爱情的世界里, 她始终是个虔诚的信徒。 说到费尔明娜, 她无疑是幸运的, 遇到的两个男人都爱她一生一世。 对费尔明娜来说, 青年的阿里萨原本就不是她会选择的那种男人, 她和阿里萨年轻时燃烧的爱情火焰并不是建立在相遇相知的基础上的, 来往的书信不过包含了对爱情盲目的憧憬。 她和阿里萨几乎没有独处时间, 相互之间知之甚少。 她在阿里萨身上释放自己对意中人的幻想, 所以阿里萨对她来说, 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 不过是个憧憬爱情的影子。 因此, 当她对阿里萨说的, 我们之间的感情不过是一场幻觉, 便也不奇怪了。 而后, 费尔明娜虽然嫁的是又有名胜又有钱的医生乌尔比诺, 但她也不是那么贪慕虚荣的女人, 她始终寻找的是一种异性间的痴迷和心动, 而医生非凡的样貌和谈吐, 在当时确实更让费尔明娜倾心。 尽管婚后经历了各种鸡毛蒜皮, 但她一直在努力维持自己的婚姻, 他们之间的夫妻感情更像是习惯性的相互依靠, 加上丈夫对爱情的淡漠, 常年累月下, 她也慢慢淡忘了对爱情的渴望, 直到丈夫去世后, 阿里萨的出现重新点燃了她内心的爱情之火。 这一次, 阿里萨不再是不真实的幻影, 而是更多真且深的存在。 在面对阿里萨友好的举动, 以及充满睿智的人生思考, 她开始真正爱上阿里萨。 她们成了彼此之间的精神伴侣。 这种爱情不同于年轻时燃烧的恋爱激情, 也不同于夫妻长久生活后的死水微蓝, 她们是真正灵魂上的相知相惜。 晚年的费尔明娜真正体会到了爱情的真谛。 好了, 聊完这本书的人物分析, 接下来第三部分, 我们就来探讨一下本书更深刻的议题, 关于爱与死亡。 文学评论家曾打句马尔克斯说, 他的小说都是在围绕一个死人在写, 其中包括一个已经死了, 正在死了, 或者即将死了的人。 虽然有些夸张, 但可见人中有意思的悲剧意识, 在马尔克斯的作品中渗透得十分强烈。 我们本期解读的《霍乱时期的爱情》, 书名中的霍乱, 不仅是代表一种让人闻风丧胆的传染病, 霍乱更是代表了死亡, 标题可以解读为死亡与爱情。 爱与死亡, 马尔克斯为何会选择这样的主题? 这和他独特的生活诡计相关。 他出生在阿拉卡塔卡, 这个地方被他父亲称为穷人的死地。 这个地方多灾多难, 不仅是连年战乱, 还有蝗灾、霍乱等自然灾害, 这里笼罩着死亡的气息。 而马尔克斯居住的家宅, 更是据说每个角落都死过人。 在黑夜里, 扎斯中还能听到莫名其妙的南南斯语, 抚养他长大的祖母从小给他讲的也是各种奇幻又恐怖的死亡故事。 可以说在马尔克斯生活的环境里, 死亡是一件泛滥的事情, 那片土地上的人们一生都在不断地与死亡斗争, 与死亡共存。 拉丁美洲的人民遭受如此多的苦难, 却能如此顽强地生存下来, 是因为他们选择了以爱的态度生存, 延续着生命。 爱的力量让他们承受住了苦难, 爱是他们精神的动力。 在这样环境下成长出来的马尔克斯对爱和死亡的感受都十分深, 并把这种感受一起融进他的作品中。 在这本书中, 阿里萨在追求费尔明娜的道路上实际上一直与死亡作斗争, 他明白只有乌尔比诺一生去世, 他才能有机会再次接近费尔明娜, 所以他要努力延长自己的寿命, 活过乌尔比诺, 他注重自己的饮食, 尽力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这一场他和死亡的斗争, 依靠的精神动力都来源于他对爱情的期盼。 好, 关于这本书的解读到这里就结束了。 孩子曾说过, 你来人间一趟, 你要看看太阳, 和你的心上人一起走在街上。 太阳给人间带来光明, 爱情给心灵带来温暖。 是啊, 生命有限, 着实残酷, 但爱情的甘甜, 却能让我们忘记这残酷, 享受生命, 把有限的瞬间, 拉向无限的永恒。 好了, 这本书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